这算是打了一次成功的团战吧 这时候都散 矮云直升机这个英雄 其实我一直觉得是新英雄里面 比较废的一个 真的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回神杀他还是有 有可能啊 哦 好的 这个地方TPTP的不错 跳过来 蓝帽也过来 莫瑞再见 接下来的话我要出紫苑 莫瑞其实腿也不短 他也没有能够拿掉 打了一次成功的团战 我死了我 末日也死掉了 能不能抓一个人啊 你没跳刀不好抓 哦 我不需要其他的 哎呦他地里一下 这个就让我抓不到他了 反正说我不需要其他的 只要A你就可以了 不需要放魔法 好的 赶紧走 要是SS这个把跳的话也好啊 敢不敢飞蓝吗 哎呀 这次晕了之后直接二连 这个是我的失误 拉住 蓝帽要挂 我还以为这个飞弹是炸SS的 居然是炸我的 这场死的有点多 好 撕一下漂亮 末日有没有大招呢 末日大招有啊 直接上了上去 那这样的话 小小基本上是属于要被火枪补掉的命了 没错 被火枪翻不掉 这场打的还是比较的纠结 哎小心 这里不要被火枪一个狙击啊 DS打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基本上我们这边是把对方的外塔都已经推掉 那优势也还是比较的大 我枪分身斧 哈哈 原来说太难了 少振一个我都会死 跳到跳过去 这个必须全部晕倒 你以为你是猛马呀 这一份恢复服 这恢复服 其实给黑暗掩者吃更好 我个人觉得呢 能不能抓人呢 能不能抓到人 好 过来了 也可以开出来 但是 就是 冰坎 冰坎 冰坎破对方跳刀 但是 不要跳我 我很怕的哦 咬你 我出不去啊 但是还是能够拿到 这波的话SS有没有大招 大招扔下来 好的 要这样的话 这波算是 可以奠定一个比较盛势的一个情况 他这个棒子插的位置有问题 放着插的位置打不到近战兵 还好对方复活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英雄 走掉 你这是干嘛 不能上打 这个时候不能上打 切换智利夹腿一个W 他摸不够 好 这个要回家咯 就要推到对方一路 打一下野 把这个野打掉 萨尔压主挑战全肉桩的萨尔 但你就算出了肉桩作为一个法师的话 你还是很脆啊 你可以比回城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眼的 他不会知道我在这里的 好 速度就更快了 我有了夜叉 所以说 这一次我给大家演示的呢 还是一个以 就是暴力流为主的 支柱的打法 主要是因为如果我出 子韵啊 不停去推线的话 可能场面上会比较的无聊一点 所以我还是选择一个大家看下 没那么无聊的路线 但是要告诉大家 子韵然后去推线 这个效果也非常的好 尤其在对方没有什么 控制没有什么AOE的情况之下 带他走啊 但是看得比较难了 因为渊源跳过去几率不够 有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用大招有点浪费了 游战 游战 这个时候应该过来拿游战比较好一点 这个时候其实 哎呀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属于我指挥的失误 这个时候其实去推对方更好 因为我们这边SS大招没用掉啊 这个是我失误了 这个我失误就是果断要承认的 这边我拿到不熟盾 这个其实真的应该去推他迷路的 推掉之后再拿入闪盾都好 这个时候再拿入了 好 还是拿到了几个人头 然后这个还可以拿下来 盾用掉 哎呦 灰药卷肉是什么情况 灰药卷肉捡起来 灰药卷肉是我们这个这个这个末日的 怎么会灰药卷肉在地上呢